耶稣 单单按着神的启示 做审判 天父就是他的头 接着看约翰福音十四章 十节 这里讲得很清楚谁在做头 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节 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你们不信吗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不是凭着自己说的 英文翻译是说 我不是凭着自己的权柄说的 同一句话 在不同的出处 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译法 不过你们别被我搞糊涂了 我对你们说的话 不是凭着自己说的 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 所以源头是谁 是天父 是天父 没错 耶稣过去 现在所说的话 都是父指示他的 耶稣所做的事 也是住在他里面的父所做的 这代表什么 代表父是头 父是基督的头 这就是耶稣树立的典范 各位请看另一处经文 也是和这个主题有关的 请看约翰福音二十章 二十一节 耶稣复活之后 第一次向中门徒显现 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 耶稣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父怎样差遣了我 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这句话跟刚才所讲的道理一样 耶稣说 我对你们说的话 是父给我的 父怎样差遣他 他也怎样差遣我们 我们也应该说 我对你说的话 是耶稣给我的 耶稣说 我做的一切 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的 我们也应该说 是住在我里面的耶稣做的 耶稣说 你们看见我 就是看见父 我们也应该说 你们看见我 就是看见耶稣 懂了吗 这就是为首的意思 一旦你明白了这真理 要做一个成功的基督徒 就不难了 好 现在 我们要深入探讨 耶稣是教会的头 实质的意义是什么 这是我们信息的重点 请翻开 以福所书五章二十三节 以福所书五章二十三节 这段经文说明了 神对基督徒婚姻的计划 同时也以基督徒婚姻 比喻基督与教会的关系 所以有双重应用 保罗说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类似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节 同样论到 基督与男人 丈夫与妻子 基督与教会的关系 所以基督是教会的头 好 这是什么意思呢 应该是指什么呢 应该是指 耶稣接收来自教会的讯息 教会遇到麻烦的时候 不要自己想办法解决 应该要和头商量 懂吗 如果我的右手不听头指挥 一定常常闯祸 难怪许多人常常闯祸 你没有听头的指挥 你是独立的个体 不能单独行动 第二 耶稣为教会下决定 教会不该自己下决定 第三 耶稣发命令 教会才行动 第四 耶稣全程指挥教会 他一发起行动 各肢体就应该给他回应 这样描述 有助你了解 耶稣与教会的关系吗 那是一种领导做头的关系 圣经很清楚的说 耶稣是教会的头 我们要把这个画面摆在心里 因为这是耶稣和教会应有的关系 可惜 现在耶稣和教会的关系 真的是这样吗 一两年前 温约翰在英国的时候 主给他一个信息说 我要找回我的教会 你了解耶稣的心意吗 我来举个例子给各位听 有一个很幸福的基督徒家庭 这对敬前的父母生了三个小孩 一天父亲看见一个流浪汉 坐在公园的板凳上 全身颤抖 身上发臭 衣衫蓝褛 面黄肌瘦 满脸胡子 父亲看了于心不忍 就把他带回家 给他一个房间 一张床 让他好好洗澡 还为他买了新衣服 说把这里当作你的家 你是我们家的一份子 慢慢的 他开始变得 荣光 荣光焕发 但过没多久 他开始主宰家里的事 告诉那位妈妈该怎么煮饭 怎么管教孩子 种种种行为 好像他才是一家之主 听得懂这个比喻吗 我们都是流落公园的流浪汉 耶稣收留我们 进入他的家中 洁净我们 喂养我们 照顾我们 后来我们骄傲起来 反倒说 耶稣 我觉得你的做法不对 我有点看不过去 你应该好好管教你的子女 很多基督徒 喜欢指导耶稣 怎么管教他的子女 各位别忘了 你批评神的子女 他可是会生气的 自己的孩子 自己可以骂 但是 别人没有权利骂 听得懂我的比喻吗 贴不贴切呢 好 我要特别强调 起头这件事 这是整个议题 最大的关键 我想说的是 神起头的 他才有义务完成 不是神起头的 他没有义务完成 我给各位几处经文 启示录二十一章 六节 从第五节念起 这是做宝座的说的 启示录二十一章五到六节 做宝座的说 看哪 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这句话太惊人了 接受启示的约翰 不得不停笔 接着主又说 你要写上 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 是真实的 你要相信我 我说的绝对会应验 他又对我说 都成了 我是阿拉法 我是厄梅嘎 我是初 我是中 这是神给自己的两个称号 阿拉法 厄梅嘎 他是开始 也是末了 我要说的是 如果他不是阿拉法 就别指望他成为厄梅嘎 如果他不是使 就别指望他成为中 神没有起头的事 他没有义务要完成 如果我们擅自起头 不顾上帝的想法 擅自下决定做计划 最终一定是失败 因为神没有起头的事 他不会去背书 习伯来书十二章二节 再次呈现相同的真理 习伯来书十二章 二节 仰望为我们信心 创始成中的耶稣 我在这句经文旁边写着 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 再一次强调这个真理 他没有创始的 他不会完成 唯有他创始的 他才会完成 同样的思维 也出现在菲利比书 一章六节 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 动了善功的 必成全这功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我深信 只要你确定 是神起的头 就可以相信 他会完成 如果你不确定 是神起的头 就不能确信 他会完成 我和师母的服事 就是这样 每一次 我们为事工祷告的时候 最后 我都会说 神 我们相信 你所发起的事 你必完成 这一点师母可以作证 我们越来越小心 不是参与任何 不是神所发动的服事 所以我们的态度和反应 和从前大不相同 老实说 我真的很怕参与任何 不是神所发动的服事 1983年年底 我们刚从佛罗里达西岸 过节回来 那个地方很适合度假 美国人 喜欢用Vacation这个字 来表示度假 但是这个字 原本的意思 其实是没事好做 整个放空 放空很好 人有时候的确需要放空一下 但我们觉得 度假这个字 不适用于我们的情形 所以就称之为过节 节日Holiday 的意思就是圣日 我们特别看重节日 神向我们显明 不过节就是一种罪 那不是美德 不是属灵 而是在当奴隶 以色列阅历是神定的 里面有好多节旗 那由不得人选择 犹太人过新年的时候 我们多半会待在以色列 那上半个月几乎不能做什么 因为大家都在过节 那都是神所定的节日 那些节日并不是 人想偷懒才去定的 而是神要人过节而定的 以上这些是题外话 纯粹是一些基本观念 许多尾身的基督徒 会守十一奉献 把收入的十分之一 奉献给神 我不认为新约圣经 有这条命令 但是这个操练很好 其实我觉得十一奉献是个起点 不是顶点 那么 神对时间方面的诫命呢 这一点各位想过吗 他要求七天里要安息一天 这一点 他比对十一奉献的要求还高 今天有多少基督徒 真正做到一星期给神一天 难怪有那么多人精神崩溃 难怪有那么多人累到疯掉 难怪有那么多人成天忙个不停 我不敢说我们夫妇每次都做到 但我们的确是学乖了 只要我们把时间留给神 我们服事的果效绝对远大过 不把时间留给神 我再请问各位 这不在信息大纲里 我是临时想到的 哪一种状态比较需要信心 是工作还是休息 哪一种 休息 休息 没错 以色列人为什么无法进入安息 因为什么 因为不信 没错 基督徒为什么无法安息 因为什么 因为不信 你们找到自己的问题了 好 所以当你知道是神起头的 你就能安息 我刚才说我们去过节 我们把过节看得很认真 我们把它安排在行事力中 对过节的重视跟参加聚会一样 我们规定自己要过节 所以我们就去过节 当时我们的事工机构有财务问题 我们没有负债 但是每月支出比收入多两万美元 不能这样一直下去 我们去过节 我们去过节等候神的时候 神说我不要你出售这些教材 我要你免费送出去 因为真正需要的人买不起 他们不是没有钱 就是没有汇票 所以我们开始改用赠送的方式 我们从八个国家里挑选二十五位熟视的领袖 告诉他们 我们愿意免费赠送这些教材 只要你们保证会善加利用 我们会从不同管道做后续追踪 并不是送出去就不管了 去年的受赠对象 高达一百个国家 共一千四百位领袖 光是去年我们就送出二十万份书籍 录音带和录影带 我说我们 因为不是代表我个人送出 而是代表所有支持我们的朋友 各位知道吗 我们现在的财务状况 反而比以前要好 那是信心的一步 但我要强调 那是神起的头 我们回去转告的时候 同工都吓一大跳 我们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们相信 那是神的意思 这是我们所学到的功课 只要是神起头的事 他绝对会完成 另一方面 我们来看菲利比书二章十六节 来看十六节下半段 保罗说 叫我在基督的日子 好夸我没有空跑 也没有徒劳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要奉劝你 如果你只顾自己的事 只顾自己的计划 忙着做自己的案子 到了那一天 很抱歉 我要告诉你 你会发现一生都是空跑 都是徒劳 我恐怕要比在座多数人 更早进入永恒 我非常看重这件事 我一生服事主将近五十年 我可不希望到神面前的时候 交出的账是灵 保罗警告我们说 如果你使用草木和街 来建造你的工程 只要活一来就烧得一缸二净 你可以得救 新国际版英文圣经说 向灵魂逃过火烧 但你所有的工程都要烧毁 我相信 只要不是神起头的 都会被烧毁 因为 那违背他的原则 他要我们 以他为首 现在 我要 本着我的爱心 问各位 几个敏感的问题 作为这一讲的总结 我们试着把真理应用出来 在你个人的生活里 有多少事是神发动的 仔细想想 你目前正在做的事情 那些 你投入时间和心力的事情 你问问自己 那是神发动的吗 我想 我想 分享一下 诗篇第一篇 这篇美丽的诗篇 许多人耳熟能详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 泄脉人的座位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他要像一棵树 摘在溪水旁 按时后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并且 凡他所做的 尽都顺利 这里 神保证你绝对可以成功 各位 要用圣经标准来衡量成功 不要用世俗的标准 神所认定的成功 未必就是开进口轿车 成功的层次比这还高 但神应许 人只要符合上述条件 就能成功 其中 有三个消极条件 两个积极条件 消极条件是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泄满人的座位 积极条件是要 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神说 这样的人 就必定成功 深层的意思是 当他进入永恒 站在神面前时 他不会交出草木和结的工程 被烧个精光 关键就在那个起头 你的人生是 听从谁的谏言呢 听从恶人的话 就绝对不会成功 所以你听从谁的谏言 谁的忠顾 谁的指示呢 你有权利来请示你的头 也就是那奇妙的测试 你有没有好好利用这特权呢 理财的人 会不惜花大钱 去请教专家 该怎么投资 你为什么不来请教 真正的专家呢 为什么不来请教 那奇妙的测试呢 他肯定会要求 大多数人 做彻底的改变 有些人正在做的事 恐怕得马上停止 我不是叫你明天就停止 当然会有一段调整的过程 只要你确实做到 我保证 一年半载以后 你会 如释重负的说 哦 感谢神 我脱离了那些 没有意义的捆绑 我们追求成功的动机 是为了争强好胜吗 是为了不落人后吗 看看周遭 不信主的人 多半不快乐 在以色列 快乐的人很少 每一次 我们夫妇走在耶路撒冷的街头 路人会盯着我们看 他们不习惯看到人那么快乐 我要说的是 他们听从错误的建言 千万别效法他们 你们要去请教更好的测试 好 接下来的问题是 在你家里有多少事 真正是神起头的 特别要问做丈夫和父亲的人 你们家是谁在主导一切活动 是谁安排各种形式 你可以说是神在主导的吗 那么你们教会呢 有多少事是神所发起的 整个教会界呢 我当然不清楚 我是英国人 英国人很爱批评 这我必须承认 这些年 我一直想改掉这习惯 我们认为只教别人怎么做是我们的天职 希望神已经释放我了 但我必须说 大部分的教会 并不想听从神的声音 他们有一套计划 一切照计划行事 主日早上十一点开始做礼拜等等 至于 神有没有同在 根本没有人理会 我会不会骂太凶了 赞美神 你们的教会或许不是这样 有些教会确实不是这样 但在一般基督徒的教会 由神发动的计划 少之又少 我说的对不对 好 这里 我要提醒各位 我们现在谈的是复兴 怎样让耶稣重新做头 整个教会的问题先不谈 我们来谈谈个人生活 你我的生活 如果我们犯了错 改邪归正的第一步是什么 是什么 悔改 在座有谁会说 牧师 照你这么说 我的确需要悔改 这样想的人请举手 不想举手也没关系 好 我们一起祷告好吗 天父 我们奉耶稣圣明来到你面前 我们要承认 我们每个人在很多方面忽略了耶稣 应当是我们生活和教会的头 主 求你赐下悔改的恩典 帮助我们改变做法 我们要悔改 求主来赦免 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大家一起说 阿们 上女儿的光 June 她的长年 她的小孙 本费 我们接下来 Mother